由花莲15家在地业者组成的满城花莲团队 日前接手其美部落弃做的无毒栽种 500公斤落神花以社会合作的模式 重新评管包装销售 推出花莲你好傻瓜糖子落神秘健 23日在黑金通市集首度亮相 并且在花莲得利豆干通路上架 精巧的50元水手包 没有人工香料 色素甜味 希望以行动支持在地无毒小农 并且将尽力收入 投入社会公益的循环 来自其美部落的弃作无毒栽种的500公斤落神花 因成本通路问题 面临厂商转型不卖而闲置 转转透过潘朵拉的盒子手作工坊协助 和花莲树家在地业者等组成的 满城花莲团队一同接手 将满满的落神花糖海 不用人工香料色素及甜味剂 合力推出花莲你好为名的傻瓜糖制落神秘件零嘴包 希望让更多人品尝自然农法孕育的优质农产 创造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商业模式 源自于其美部落一群专门在种有机的洛神花的农民 他们跟花莲的一个原本的食品行合作 那食品行用器做的模式订购了不少的数量是有机 而且能够代表花莲的有机无毒的农产品 那因为现在经济真的是不是不是这么的紧期 那食品行其实在经济上有一些困扰 所以说他们决定转行 只是在转行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一样蛮坚持的 答应了农民该做的这些收成 他们还是付了钱把东西收回来 但是因为转行之后 这些东西其实有点可惜 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因此他就转站了 来到了盘朵拉这个地方 那希望能够透过什么样的力量 一起来协助 把这个其实数量其实还蛮多的东西 一起把它消耗出去 潘朵拉的盒子手作工坊为评管顾问 负责堂字后的烘烤 黑镜通餐厅协助品牌设计 德利豆干进行包装摄影 龙哥斯特提供库房存货 一件本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有点困扰跟棘手的事情 可是我们是运用了所有花莲 这样子有心的小店家 叫做曼城花莲 大家一起进来 一起来帮助把这样子一个模式建构起来 所有的商品在销售完之后 扣掉了所有的成本之后 我们这些所有的盈余再捐款出去 到了一个公益基金会 在公益基金 然后再做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 那其实就一种善意的循环 所以一直持续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第一个 叫做花莲你好的一个伴手里 它其实被我们开玩笑叫做傻瓜秘贱 就是赏金公司不好好的去做赏金 然后开龙虾 卖海鲜餐厅的不好好卖龙虾餐厅 但是他大家都想挑进来 为花莲做一件事情 然后组成这些东西 所有的商品再捐款出去 那这样几种串联模式 第一样商品叫做傻瓜秘贱 推出出来 那即日起在这15个店家 其实都可以买得到 这样子一个小包装的东西 那未来我们也很希望 就是如果有很多的业者 其实他们对这东西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们 跟参与我们这件事情 他想要做定制 他想要做代销 他想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节起在德里豆干可直接购买 未来在火兰窝国际清零旅社 生子驿站生殖咖啡 Straer散布咖啡 近日公示 智南 边境发饰点心房 抹胖青石 萝卜咖啡 经过杜罗满文化馆等店 都将陆续上架 每包售价50元 净利收入将投入社会公益 欢迎民众用行动购买支持 无独小农作物和花莲在地的优质店家 接着讲帮院火灵师报导